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杜甫的诗《江汉》 由于树成写稿,方明播讲 《江汉》是杜甫晚年漂泊在湖北境内所写的一首著名的五言律诗 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不方设想 一个人怀有报国之志,但是终身坎坷 直到垂暮之年,仍然不幸漂泊,远离朝廷 这时,他会想些什么呢? 不用说,在这种遭遇面前,哀伤绝望,心灰意滥 甚至转而求田问社,追求个人享乐 都会有的 但杜甫却不是这样 我们看看他在《江汉》诗中所表现的情怀吧 江汉思归刻 江汉思归刻 乾坤亦腐如 遍云天共远 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油壮 秋风病欲苏 古来存老马 不必去长途 江汉思归刻 江指长江 汉指汉水 江汉 泛指现在湖北省南部地区 克 杜甫自指 唐代宗大历三年 杜甫五十七岁 他丢开了晚年最后一个生活据点 奎州草堂 一家人乘着一夜孤舟 漂泊到了湖北境内 所以自称为克 克子自然是容易思乡的 但杜甫在克字上 加思归二字 却不是指 想回到自己的故乡河南拱县 而是指 想返回朝廷 江汉思归刻 说自己是一位漂泊江汉 而渴望被朝廷招用的人 这一句 诗人把自己所在之地 以及身份和处境都点了出来 但这位思归刻的特殊之点 还有待进一步点明 《乾坤义腐如》 正补足了这一点 《乾坤指天地》 这句如果执意 等于说自己是天地之间 一位迂腐的读书人 江汉思归刻 《乾坤义腐如》 诗一开头就很突兀 尤其是后一句 话更说的有点怪 《坤义腐如二字》 照说是一种自迁自贬之词 承认自己学而不化 不通事物 然而 在咸鱼不分 离开钻营就难以找到出路的封建社会 被弃至不用 甚至被吃之为腐如的 却又往往是一些正直的 有报复 有学识的人 所以 都府自称腐如 是在自嘲中带着自负 诗歌的语言精炼含蓄 像腐如一词 在这里 便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感情色彩 而腐如之前 又有乾坤二字 乾坤亦腐如 在幽默中更显出跌宕 乾坤之大 亦腐如何其渺小 然而亦腐如在乾坤之内 还值得一提 又未免有些 非同一般 从自嘲的方面来理解这一句 他透露出 自己在世俗的眼光里 是不被看得起的 天地虽大 这个腐如 却找不到脱身之所 从自负方面去理解 腐如的腐 只不过是不愿随波逐流 坚持一贯处事原则和人生态度的 一种特殊而形象的说法 所以表面上看 天地和亦腐如对比 后者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但等到弄清了腐如二字的实际含义 就会转而觉得 这样的所谓腐如 乾坤之内 又能有几人 总之 这句诗的内涵 是复杂的 丰富的 通过诗的跌宕的语气 诗人的那种自嘲自负 可以引起读者 多方面的联想 片云天共远 永夜月同孤 这是承接手帘 描绘自己酒客在外的 孤单寂寞的处境 两句如果用散文的句式 等于说 共片云在远天 与孤月同长夜 意思是 我现在流落异乡 就好像跟一片浮云一起 在遥远的天边飘荡 寂寞中 只有孤月为伴 共度着漫漫长夜 这里 诗人写片云和孤月 既起衬托作用 又带有字矿的意味 读到这里 我们会感到诗人这种孤 而且远的处境 的确是够不幸的了 志在中兴国家 救济人民 渴望再光中兴夜 一喜苍生忧的诗人 落到这种地步 谁能不寄予同情呢 志向不能实现 老诗人只能在 异乡 在寂寞和被遗忘中 聊此一生了 他即使是感伤 消沉 唱出七处的音调 读者又有多少理由 去责备他呢 可以说 读者在这里 是准备着让诗人 去抒发他的天涯 沦落之感 倾听他的哀诉的 然而 当我们不免带着一种 哀您的感情 来体会诗人 当年心境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忽略 都府 毕竟是都府 请看下面的诗句吧 落日 心油壮 秋风 并 并 俗 这一脸 给我们总的印象是 在惨淡 萧瑟的环境中 有一股热流 有一股 遏制不住的生命力 在几大 诗人并未沉溺于自伤自哀之中 相反的 他胸中却像有一团火在燃烧 尽管是身在远天 这一股烧之谈 李商隐的名句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就是这种感情的集中表现 但杜甘 但杜甫的感情 却不是往低沉的一面发展 落日 心油壮 仍然觉得 桑于未晚 雄心尚存 还想在垂暮之年 有所作为 至于秋风 对于衰老多病的人 更常常是一种威胁 杜甫此时肺病严重 左臂麻痹 一只耳朵已聋 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了 但在秋风面前 却没有浮起 生命无多的 铠叹与悲哀 相反觉得 病体 好像就要痊愈了 当然 这只是一种主观感受 欲苏的欲字 说明病情的好转 只是存在于 诗人的心理之杀 但欲是属于 心理上的感受 欲是见得 诗人精神的顽强 这两句 晴与景之间 自然界的 落日秋风 和诗人的 心油壮 并欲苏的感受 并欲苏的感受之间 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 而这两句 相对于 片云天共远 永夜月同孤 那种环境气氛 又是一种转折 它所表现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和实际所处的飘零流落的处境 在艺术上 也同样产生 相反相成的效果 通过两重反衬 诗人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就显得格外突出 对于中间两联 有人曾就 永夜月同孤 和落日心油壮 提出疑问 认为不该日月并见 有人则主张 落日只是一种介遇 比喻自己到了老年晚进 其实 中国农历月初 当晚时 上贤月和落日 同时看到 是常有的事 宋代周邦彦的词 《浪淘沙漫》中 有《见隐隐云边心月白印落照》的句子 写的也是这种 所谓日月并见的现象 这里我们可以就杜甫当时的处境加以设想 可能是秋天的一个黄昏 杜甫在那只漂泊于江汉的船中 困窝了多日 此时由她的儿子搀扶着 缓步走上岸来 依仗临风 助力江头 她放眼四望 天际有几片白云 悠悠飘动 一弯上弦月 在蓝天上 献出淡淡的轮廓 由于不见众星的陪伴 新月似乎格外孤独 秋风鸟鸟 一轮烟红的太阳正在落入地平线 这种景象写到诗里 自然就有可能日月并见了 当然 日和月并不排斥有自愈的意味 但像江汉这样情真景怯的诗 诗人隐悟自愈 首先应该是 由于受到实际景悟的诱发 诗是写诗人的思规 在他乡流落中 放眼远眺 觉得人可有所作为 自然使诗人思规的心 更加殷切起来 但细细体会 落日一句 所谓心油状 油字里面 是包含着许多话 没有明说的 杜甫毕竟是不在其位 而又残废衰老 虽有壮心 究竟何所施展呢 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思考 杜甫一生尊奉儒家 儒家的处事原则 本来也是 达则奸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作为像他这样 处在穷途的文人 早年兼济天下的壮心 到晚年作为一种 回光返照 一闪念就化为云烟 照说也很自然 即使发出 落日心油状的呼喊 等到冷静的 做现实考虑的时候 还是有可能 把消极隐退 作为归宿 但杜甫一生的实际表现 和独善是无缘的 他仍然从积极的方面 对自己尚可能做的贡献 做了激动人心的表白 这就是诗的末脸 古来存老马 不必取长途 传说齐桓公 攻打孤主 在归途中迷了路 管仲说 老马的智慧可用 于是让老马做向导 众人随着老马 得归齐国 诗人以老马自愈 说古代流养老马 并不强求他有长途跋涉的经历 而是另有所取 这是承认 奔走迟程 担负朝廷的繁重任务 已经不能胜任了 只不过扪心自问 老马尚有识途的本领 自己为朝廷贡献一点经验 智慧仍然是可以的吧 杜甫真是坚韧不拔 令人同情 而又值得尊敬 只要一息尚存 他就还想为国家 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希望朝廷能拿他当一匹 食徒老马来对待 用他一点余力和长处 谁能认为 这种想法是非分的 不切实际的呢 如果命运对人是公平的 朝廷是知人善认的 难道不应该成全诗人最低的愿望吗 这既是激动人心的舒怀素质 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控诉 这首诗围绕着思归 充分表达了诗人晚年的处境 心情和愿望 有人说 全是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之一 评论所引用的是曹操 龟虽兽里的诗句 用他来概括江汉的主旨 无疑对人是有启发的 但是我们同时却不可不注意 这两篇作品的区别 因为通过这种区别 倒是更能认清江汉所体现的思想精神 曹操歌唱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的时候 国家大权在握 手下雄兵百万 猛将如云 可以说正处在人生事业的高峰上 他当时面临的矛盾 是人生短促 与最后完成伟大事业之间的矛盾 他没有满足于已经建立的工业 要趁有生之年 进一步实现统一中国的宏愿 这无疑是很可贵的 但总的来说 他的壮心是顺境中的产物 杜甫却不同 他的晚年是被作为朝廷的器物 抛制在天涯的 特别是离开奎州以后 境况更加萧瑟凄凉 鸡介家家米 愁征处处悲 窘困得连一顿饭 一杯酒 都需要向人乞讨 贫穷老病 急于一身 因此 他这匹老马 是身残力衰 被世上忘却了的老马 如果缺乏对理想追求到底的精神 早就该万念俱灰了 而杜甫却在这难以想象 不堪忍受的艰苦境遇中 发出了落日心油壮的呼声 他的壮心不已 自然和曹操的躊躇满志 在思想基础和具体内容上 都很不相同 杜甫的可贵 在于他不顾自身的沦落艰难 始终怀着整银济世的思想 他丢开成都草堂而至奎州 又丢开奎州草堂而向江汉 孤州漂泊 挣扎着奋斗着 渴望能为祖国献上最后一点精力 这种全权不已在逆境中焕发出来的积极用事精神 这种永不衰竭的政治热情 闪耀着现身主义的光辉 表现为一种崇高的人格美 这些 既赢得了读者的敬仰 同时也暴露了 那将他气至天涯的封建王朝的腐朽和黑暗 使之更加令人愤恨 听众朋友 刚才向您介绍的是杜甫的诗江汉 是由于树成写稿 方明博讲的